大家好,我是Bio 我今天想要分享三件事情 就是說,探索這件事情 以及空間找尋 以及空間探索 第三個就是說,城市的想像空間 那為什麼會想說 這三個東西介紹呢 我在小時候的時候 我們的教育就是 大家的教科書 地理啊什麼意思 為什麼都是大陸 為什麼都是中文大陸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不是生活在台灣嗎 那我就會對這個地方產生好奇 我們這邊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那時候我就 我大概在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就想說 那我來做個平台好了 所以那時候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拍照 然後又對這個城市不了解 所以我就想要做一個平台 讓大家去認識這個地方 所以呢 為什麼會對這個地方產生很多疑問 台中這個地方 因為它這個地方很大 它不像台北也不像高雄 它的特殊性很高 台中我覺得很適合人家生活 又是一個非常 很Smooth的一個地方 所以呢 我這時候就覺得說 嗯 我想要做一個地方 我想做一個理念 我想要讓大家走出這個地方 我想讓大家實力的去 慢慢的用自己的腳步 用自己的一個節奏 用自己的默契 跟這個城市對話 所以呢 我覺得大家對於這個城市 一定會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想要去介紹 或想要去認識的 那那個時候呢 我們那時候在經營廢墟制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那這個很虛擬的東西 大家對這個廢墟制覺得一個很虛擬的平台 我要怎樣讓它去 讓更多的人去參與 實際的去接觸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在探索的過程中 我們就在台中的一個第五市場 找到了一個日本時代 就存在的一個木屋 那時候它就是一個廢棄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也很苦 因為我們關心的是廢墟 那趕快又找到一個廢墟 那就覺得 欸 好火呢 那我們來做些什麼事情吧 那那時候就是說 欸那 展覽好了 展覽 因為展覽是一個可以聚集大家的一個 一個想法的一個活動 那就是說 也可以讓它成為一個探索的一個中心 從這個地方 往中區 西區 東區 北城區 更多的地方 我想讓它變成一個 可以探索 大家自己有探索的一個出發點 那當然還有一些想做很多事情 我們現在都在醞釀著 這樣子 那剛開始的時候呢 它就是 長成這樣子 是一個無法進入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空間的感覺非常的糟糕 就是已經成為一個大自然和建築的一個 共成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在修復的時候 也是號召一些朋友 還有一些共同的一個工作室一起幫我們修復 那我們就是藉著這樣的修復去建立彼此的關係 就加深我們跟他們的一個橋樑這樣子 以至於就是說 後來有一些展覽或是一些活動 我們都會看它配合 那大家覺得說這個東西跟廢墟有什麼關係嗎 因為我覺得一個空間之所以有趣 是因為你在裡面做了很多別人想像不到的事情 別人就說 欸那老空間不都是要開咖啡店 或是說要 欸為什麼不做一個什麼很符合當心潮流的東西 我覺得一個城市一個好的地方 或是一個你想做的東西 一定是需要是獨一無二的 就像我會成立廢墟自己 因為沒有人在講這個東西啊 因為它是一個很叛逆的東西 政府會說 欸我們為什麼都會要關注這些東西 因為他們不想看到 他們不想要看到說 我們在講廢墟這些事情 他們覺得很丟臉 但是我覺得 就是因為城市有這個空間 它會暴攏很多一個歷史的東西 大家會對廢墟有一些想像空間 可能就是欸有點髒 或是有點亂 但是我覺得 當你走進那個空間 實際的感受到它給你的意思 撞破的東西的時候 你的想法就會改觀了 對 那就是說 我們在辦展覽的同時 也加入了兩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我們想要徵集大家的一些照片 所以我們在2014 欸2015的時候 我們就做了一個人間邊境的展覽 那這個展覽的目的就是在收集 大家對於廢墟的想像 就是你的邊境是什麼 我不想講廢墟 因為廢墟這個東西太衝擊了 我想要用邊境這個東西 去聊聊大家對於這個城市的想像 對 那再來就是說 除了這個連展以外 照片連展以外 我們就在想說 欸那 我們這些探索人 或是我們這些在拍攝廢墟的人 我們想要用更直接的一個共同語言 去做一個交流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們又嘗試辦了一個 叫做Gear Art Project的一個相片整集計畫 那這個相片整集計畫 是從網上開始搜尋的 那到後來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小的一個小部分的東西 那後來就是我們在全世界 包括台灣、香港、然後日本 最遠到歐洲、英國、法國 我們都蒸集了一個全世界來自不同 這一圖相片的一個 就是一個成果吧 對 因為大家對於去廢墟這種事情 或是說去探索城市這件事情 大家一定會對於裝備的東西很講究 因為這個東西 你帶的東西就反映了你的哲學是什麼 你為什麼要去這些地方 有些人會覺得說 欸那我帶防疫 因為他覺得廢墟蚊子很多 那有些人不帶防疫 他反而會帶什麼 他會帶護身符 所以我就覺得很有趣 因為別人的 哪個人去這個地方的理念不一樣 所以反映了這個地方 這個人的一個行為 所以其實你現在帶的東西 你的包包裡面的東西 其實就是很直接的說明你的東西 你這個人在做什麼 或是你在 你是在做什麼 或是你想去哪裡 這樣子 有些人會帶很少量的東西 有些人會帶很複雜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想用這個 這個展覽去聊 去做一個交流吧 因為有些他們就會覺得說 因為你會帶這個 這個東西 有些人會說 有人會帶空白機 你為什麼要帶粉紅面具 因為很酷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後來呢我就想說 除了展覽以外 我們就想要實際的去做一個台中的街道 一個調查這樣子 那就覺得說 其實台中保留了很多日治時代的遺跡 那有人就會問我說 一些朋友 他就會問我說 那台中有什麼好去的地方嗎 我自己是因為很喜歡老房子 或是一些老住宅廢墟 但是我又覺得說 我應該不應該去推薦這些地方 因為我所看到的東西 是非常生活的東西 就是相對於台北好的 相對於台北 我覺得台北比較多的空間 是比較商業營地的空間 那台南呢好像也是一樣 展野嘛 或者說BMP好了 那我在看 我在台中看到的是 台中的一個老宅 或是一些 這些舊空間 通常都是跟當地人很有直接的關係 他們就會實際的住在裡面 那就是東西哪裡壞了 我就慢慢修 他就慢慢的跟這種房子一起去生活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台中很重要的一個生活方式 就是不太建立太多不同的一些 就是很超過的東西 但我覺得就是 台中一直都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所以反而跟台北 或是跟高雄、台南 有一種差異性之在 那這些都是我在 就是實際探索的時候 我才慢慢了解的 那再來就是說 有時候就會找到一些很酷的地方 就是 其實就是要有走出去 我一直想要讓大家做的就是 實際的去這些地方 但是用自己的方式 因為有些人他喜歡拍照 有些人他喜歡紀錄 有些人他純粹就是想要去走一走 所以就是在這個情節之下 我就覺得說 大家應該都用自己的方式去認識你的城市 不管是台中也好 不管你住在台北 或是你住在台南 都會有一種你想要認識的地方這樣子 那我剛才介紹的這個地方是 在台中的一個 在後火車站那邊 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邊的生活竟然好好喔 我也很想住那邊 這樣子 就覺得 欸 台中一直是一個很生活的地方 大家覺得 台中不好玩 或是台中活動好少 沒有像台北這麼多 我就覺得好可惜 因為台中很多好玩的東西都藏在巷弄裡面 對 那包括這是天外天劇場 它也是一個非常酷的一個地方 那它也是在後火車站 抵抹在一個小小的一個地方 所以 我們透過探索 我們會看到很多 在教科書上面 你原來都看不到的地方 它是跟你的生活是很貼近的 那只要你願意走出去 只要你願意去 小小的get loss一下 或是說迷路一下 你都可以找到一些 很不錯的一些想法 或是靈感 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 最後分享的一個點 就是說 欸 我心路走到底的時候 看見你非常大的誘惑 那 有些台中人就會很 疑惑 那地方是要幹嘛的 那我之前也是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就想要去 特別介紹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是 帝國堂場 它原本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園區 大家一定會想像的說 欸 原來台中的堂場 堂場不都是在什麼 嘉義的 蒜頭堂場 布子堂場 或是在高雄那裡 因為台中也有這個地方喔 然後 可是它已經 全區都已經在 十七二十年前 被燒 被拆除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 我看到這棟建築的時候 就很壓抑 它是在一個黃谷的一個 湖邊的一個 處理的一個建築 這樣子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 悄悄的窗路 這樣子 所以我在想說 就是 在探索的過程中 你可以在一些空間裡面 找到一些 很有趣的地方 只要你願意走出去 那 這就是我要分享的 給三個題目 就是說 實際的探索 還有我們在建議的空間 一起 創造了更多的城市的想像 謝謝大家